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翁博士他目前在这个美国德州教书 那么他当时就分因为那时候赌盘是赌说贺锦丽会挑选宾州的州长Shapiro 那时候赌盘是这样子哦70%赌说会选Shapiro 那个逻辑很理想因为宾州是关键 好等一下但他分析了之后他说认为Shapiro不太可能 他在里面谈 当然谈了很多很多的原因啊 那么他认为呢其实现在最有机会的是Wars 他就说他认为是Wars 但他讲的其中的一个理由呢是很有趣的 他说Hotsley会挑Wars 一方面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说他挑了宾州的州长 他去年才刚刚当选 那如果说他就立刻落跑 然后去选副总统的话 宾州不见得会原谅他 所以宾州的票不见得会拿到 这样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其实在民主党内部真的知名度够高的人 都不愿意去当贺锦丽的副手 因为他们认为贺锦丽很容易说错话 不太愿意跟他绑在一起 所以对于自己的前途考量的话 四年后他还大有机会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Wars 他因为没有太大的一些政治能量 因此呢对于贺锦丽来说 挑Wars是最放心的 因为就不用担心他会挑战自己 可是哦等到人选一出来了之后 他讲都对 可是你们注意到就是在讨论Wars之所以 考虑要不要出现的时候 有考虑到一件事情 贺锦丽已经是极左派了 他已经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 而Wars更是极左派 所以他为什么我们的标题要用 左左右右对撞 就是贺锦丽跟Wars这个组合 他是极左加极左 那我们也知道川普加上Vans的组合 是极右加极右 这边都没有中间派 四个候选人没有中间派 所以美国这个极左加极左去对撞到 极右到对极右的这样的两组组合 他的内乱还远吗 这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分析的 第二个部分呢要来看南亚跟东南亚的情势 一边是孟加拉的乱局 另外一边呢是对于中南半岛来讲非常重要的 在柬埔寨的一条富南运河开工了 那这个运河因为在中南半岛其实所有的水力工程都是大议题 那我们要来谈谈东南亚跟南亚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稍微的点一下就是在中东战火 可能一触即发的这个时间点 那么日本长崎市 因为他们就是这个广岛跟长崎 18月6号 他是第二颗原子弹的这个原爆点 那他们每一年大家都会有一个原爆日的一个纪念活动 他们就邀请各国的驻日大使来 这一次他们拒绝邀请以色列驻日本大使 结果美国就立刻发动了一系列的抵制 施压 就包括了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 还有这个澳洲加拿大 也跟着拒绝参加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以色列他现在的行径 国际上面如此的不满 可是美国还要带头挺到底 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 而且那颗原子弹是美国丢的 好 我们先从Words被挑选这个理由 逻辑是什么 而Words出现可能对于选情 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去分析的是 这场选举当中的极左加极左 去对上了极右加极右 好 那Words Tim Words Tim Words他 他被提名的时候 其实还是引起了很多的讨论 就是说Why WhyWords 那他作为他作为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明尼明尼苏达是中中中西部的 他算是中西部你会非常有代表性的州 那北北边的已经是加拿大了 他在五大五大湖区的西边 那以所谓的中西部 他所谓他是在美国进一步的分类 他是上中西部 他叫做上中中西部 在在在顶端 再加上Words Words他并不是明尼苏达州人 他其实是生在内布拉斯加州 内布拉斯加州呢 有一个有个很有名的人 那个那个那个很有名的人呢 就是就是巴菲特 好 但是呢 John Words呢 在在当选了明尼苏达州州长之后 呃就算是当了州州长 他也没有在美国的政坛 就是其实即使他当过众议员 他当过五届的众议员 他当做州长 但是他在政坛呢 他的经历真的很很很特别啦 其实你看他经历真的很特别 但是但是他就不是一个 让你觉得很有亮点的人 你看他就是典型的老白男的形象 那个老白男形象 这个形象如果说是是共和党的候选人 你不会觉得奇怪 可是他才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所以他这个人怎么会 或会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因为他没有今天共和党 在和民主党作对厮杀的时候 不断的贴在民主党身上的标签 就是民主党有一种所谓的blue wall 那种的蓝的蓝墙 什么叫蓝墙 就是他有一种强烈的精英气质 就是我想的 我主张的 就是进步的 是大家追求的价值 这种的在民主党精神上 真的很明显 就是认为我我代表的这个世界的未来 我所守守指的方向 那就是大家的要前进的方方向 我们是聪明人 我们告诉大家这边是对的 大家就一定要说这是对的 对所以呢 所以去去呢 去支持川普的呢 支持共和党的 就就就是 他他们对老老白男呢 虽然不是叫老白男 可是那个呢 是有标标签化 就是他都是美国比较等而下肢的白 白种人 就是没有进步性 但是将沃斯呢 就填补了这一这一块 将沃斯在在明尼明尼苏打州 然后然后他的所有所有的形象 image那种的老白男的形象 他不开口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他就是白人 邻家的 邻居上 就是那种 邻居上的感觉 长相啦 穿着啊 打扮啊 等等都都一样 尤其他的经历 我看到politico在在在提名卧子之后呢 他就他就说 你必须要知道卧子有三点 在民主党里面是过过去没有过的 他他说第一点是什么 他说你要知道 他是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 他真的是公立学校老师 他教书二十几年 而且他当过兵 而且politico跟人家 他真的是当兵 他不是当军官 他说如果你碰到美国的政治人物说 我曾经服役过 你不要太认真 他们大部分都是过个水 方便自己搞政治的时候呢 在写履历的时候 写上一个 我曾经在海军陆战队 我曾经派出过什么 但大部分都是当军官 他说他不是 他是官长退伍 他是国民警卫队二十几年 就这个人在没有 没有从政以前的时候 你真的觉得就是典型的美国的白人会做的事 事情公立学校老师 高中老师 因此呢 他他对高高中老师待遇啊 他辽辽着执掌 这个会吸引一些选票 他是当事 是当呢 当这种的就国民警卫队 然后呢 一个老板呢 当到市官长退伍 这个呢 也很特别 然后呢 他再提到呢 除了公立学校的老老师之外 所有他讲的重点里面 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 是他说 他竟然没有念过法学院 没有念过法学院 这件事情啊 他们把他整理了之后呢 发发现 沃尔斯跟跟哈 跟跟呢 跟哈里斯呢 都是一九六四年生的 他说从一九六四年之后 民主党所有提出来的副总统 全部都都是法学院的 一直到沃尔斯 沃尔斯没有念过法学院 那普利提古在讲这些事情 太好了 我们终于呢 不用选一个法学院 那沃尔斯呢 他没有法学院 连 连哈里斯都是法学院 不要说副总统呢 从来没有非法学院 美国的总统 也大部分呢 都都是法学院出来的 所以沃尔斯就代表了一个 其实 其实一般美国人 所认知的精英以外的 另类 好 那沃尔斯因为他在 明尼苏达州 明尼苏达州 他的选票 其实他在选 选州长 上次选的已经很辛苦 跟共和党的 沾的沾身很辛苦 他最后是怎么赢的 因为明尼苏达州的人 跟财富分配非常不平均 他的重点就在明尼亚伯利 跟圣保罗的那个 那个双 双子城 几个城市呢 是民主党的基本盘 一定是在城市里面 他是靠着 就是说那几个大城市 在明尼苏达州 有限的几个城市里面 特别是双 双子城 这个是我们比较熟的 那他在这双子城 也赢了 赢了之后呢 他当州长 在这个时候呢 提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当然就会让人家联想到 黑人去选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因为之前的黑命贵 就在这里发生的 就在明尼亚伯利市发生的 当时虽然这个州 州长 握持在当时第一时间 反应比较慢 那引起了一些批评 可他之后赶快的就就加码 他有尤其做的精彩的是 最后呢 当明尼亚伯利市的市长呢 当大家放火烧的时候呢 他他就让他烧了 他没有去去阻止 阻止 没有去指控 就把那个呢 烧掉警察局 让这件事情呢 平息下来的一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没有去逮捕任何人 就让他烧了 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 沃尔斯虽然是老白男 可是在处理黑白混居区域的问题的时候 他认为他处理的还不错 黑人的对他的不会呢 不会有有意见 这个组合的 但是白人对他意见就大了 白白人当然就就就可能会有意见 所以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来说 他除了是除了是共和党的这种的 非精英类型当中的一个很特殊的case 再加上的他的中国背景 这两件事事情的就是未来的攻防的焦点 但哈里斯呢 提沃尔斯 我觉得两个理由 一个就是沃尔斯虽然他已经第二任了嘛 那第二任相对没有落跑压力 对了就如果你第一任 因为他是二零一八年第一任嘛 那那那二零二年的当当选第二任 所以呢比较没有包袱 第二个他终究是个摇摆州 有尤其在中中西部 他提的重重点了 提在提在这个州 不管他考虑宾州 或者是或者是考考虑的考考虑呢 之前的米西根 或者是考虑的明年苏达州 基本上面呢都都是为了要破破共和党的基本盘 所以他提明年苏达州这个呢也可以理解 但最重要的是 John was 你看就是他他看起来比六六十岁还要更老一点 他对于贺锦丽来来讲 no harm 所以他跟川普就出现不同的逻辑 川普在提Vance的时候 大家认为川普是在提一个接班人 因为川普再怎么做就一任 所以他必须要考虑第二任 可是呢贺锦丽 他主观上面他起码要考虑到自己的任 所以呢他提的副手 对他来讲的是没有挑战性 但是又可以帮他呢 创造一些票源 所以贺锦丽也好 川普也好 我觉得他们在挑副手的时候 都已经是功能性的挑手 好说是说功能性啊 当然我会觉得说 你刚刚在形容Wars的所有的这一些材料 不要不客气的说 都来自于美国媒体 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民主党其实掌控了美国媒体 所以呢他们拥有一个 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造成的优势 非常厉害哦 这办案非常厉害 就一连串的把他塑造成为 伯父上啊 林家的这个大伯伯啊 这样子的一些形象 但是 那是因为九成的美国人不认识Wars 这很惊人吧 九成的人不认识Wars 林立苏达州嘛 小州 不纯粹是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的政治发展 已经使得他们只有参议员 会具有全国知名度 众议员都没有 本来这就是啊 然后美国的州长 其实全国知名度也不高 Shapiro其实全国知名度也不高 然后呢 这个几个的州长其实知名度都不高 州长就是州长 所以佛罗里达州那个时候那个州长呢 他去挑战川普 他为什么后继无力 因为他其实就连佛罗里达州州长 他已经是第二任了 他也不见得具有全国这么高的知名度 所以民主党的州他又不是一个大州 他当然九成的美国人不认识Wars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民主党所掌控的媒体 正在发动一波造神攻势 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我看到的第二个现象是 就当民主党的这些媒体机关 在强烈造神的过程当中 他们其中有一个 反而让我们凸显出另外一件事情 他说Wars跟一般的民主党的政治人物不一样 因为他的没有读过法学院嘛 然后当过高中老师嘛 然后中国经验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好好谈一下的 他说这些因为这些特点 所以他特别的亲和力高 因此呢在非大学毕业的美国人当中 就没有取得大学学位以上的美国人当中 他的好感度是高的 百分之四十四没有过半哦 他已经好感度很高了 因为就选美平均而言哦 只要是民主党的政治人物 平均好感度只有百分之三十二 就是在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当中 我想说哇 民主党的精英形象是如此的更生地步 都会精英 这就凸显出为什么不管是川普或者是Vence 他们如何的胡说八道不重要 因为美国民主党自动排斥了这一些非民主党的 这些这些非精英 这是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其实我们必须要看清的一个现实 第三个部分就是当这个沃斯一出现之后 你就看到共和党这边立刻攻击说是一对激进左派 那沃斯虽然他不是好像真正的精英出身 常春藤精英出身 但他确实是美国民主党的进步派 就是跟Standis啊 这些Warren啊这些人他们是同样的 他不是中间派哦 他不是像拜登是中间派 他其实就是进步派 进步派是美国媒体 灌给这些极左派的好的名称 但是对于右派的支持者来讲 共和党的支持者来讲 他就是极左 他就是极左 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党里头 真正扛着极左的大旗的Standis 怎么挑战总统大选 他就是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 可是这一次 一个贺锦丽再加上一个Vence 两个你去看他们的主张 他们的主张里面 比如说贺锦丽的多元平等啦 然后呢 这个要这个包括了这个绿 这个环保啦 气候变迁啊 然后美国人啊 就应该要减少石油开发啦 然后呢 还有包括了Word 就是2040年呢 之前的民尼苏打州 全部的就是必须是捷径能源 不能使用任何的这个排碳的能源 在民尼苏打州啊 他这样主张 然后要求提供这个普遍性的医疗 就健保啦 托育啦 其实我们视为政府照顾人民很重要的一些措施 这恰恰就是右派最反对的 他推了营养午餐 对对对 就台湾 对 我想你从台湾的角度就觉得说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对 可是在美国恰恰就会觉得说 这个就是政府介入人的一生 这就是政府介入了人的家庭 这是不行的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强烈对立 这里面的对立有精英去对非精英的 然后有有色族群去对白人的 虽然说Waltz他是纯老白男 但问题是你会发现贺锦丽啊 我今天看到一份民调是 贺锦丽他在上升的过程 民调上升的过程当中 他在非裔啦 有色族群啊 确实比拜登获得更多这一些 有色族群的青睐 但是川普的白人支持度也为负上升 所以你会看到另外一种对立 所以他是左左VS右右的对立 他有精英VS非精英的对立 他有有色族群去对抗 对撞白人焦虑的对立 这是我看到说当 不管贺锦丽是什么理由去选Waltz 因为他们现在要重新塑造Waltz 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都不认识他 不要讲台湾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认识他 我之前当然也都不认识他 我根本连研究都没有研究过他 可是无论如何你看到的 其实就是一连串的对立 而这一些对立对撞都是现在美国内政的核心 我因为之前看了一些就是美国的研究 提到这些政党对立 然后提到这些议题的对立 他们现在都很激烈 他们言辞都极为激烈 把对方视为敌人 那么这种都是内乱很重要的症状 就是你看到为什么会在这个民地苏达州 会出现那个种族抗争 就是他对立冲到了一个极点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对撞 其实都是已经拉到极崩了 好那Waltz被提名 比如我们刚刚讲说 他是公立高中的老师 然后在学校里面 他在民地苏达州之所以 连任成功在都会区里面 因为他他深深了解到中西部白人的困境 所以他他对对共和党来来讲 提提Waltz并不是没有压力 就是Waltz比比大部分的民主党都了解中中西部 那他所提的这些政策 比如说全州健保 他他不是全民健保 全州健保提供医疗保障 他提供小学生营养午餐 这个呢在在各州来讲的几乎都没有 民地苏达州并不是富宇州 他现在中中西部给他做这些事情 第三个就是说 当提Waltz之后 你知道Waltz在在在在形容他自己的那个像是戏剧化一样的那个故事的时候 他他是他是来来自于一个非常贫瘠的一个一个环境里面 Waltz在在他的香巴老碑哥里面 他批评学校教育非常多 就是对公立学校如何如何他认为他之后的成功都是到了大城市之后 然后呢在在Yale呢完成学学学会如何如何 可是可是呢Waltz刚好去补了这一块 Waltz告诉你就说 在那个地方哪里有私立学校你跟我讲私立学校好干嘛 明尼苏达州的这些地方哪里有私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问题就是明尼苏达的问题 他的这些的语言Waltz不要低估他 他的语言其实是可以接在地气的 好所以呢他固然他在他的背景他填补了就说的民民主党在中中西部当中的老白人比较弱的那一块 但是呢同时呢又又在意识形态的路线上面来来讲 让贺锦丽或者让了传统的民主党听起来的时候呢 不会觉得有有任何的违和的地方 尤其当他用那个Waltz去去去去形容川普 因为Waltz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是一个 是一个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意思的字就是他说你这个好奇怪你这个怪怪的 但是因为今天你要去批评共和党批评川普 要具体的批评有的时候很难他就说川普跟Waltz怪怪的weird 好那这个这个字眼就变成现在大家的标准的字眼因为weird带有一点点的否定贬义 但是我也我也不想去跟你讨论就是说呢他到底怪在什么地方总而言之这个人呢你离他远一点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今天 今天今天当你看到提提Waltz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从贺锦丽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他会提一个白人男性 但是提哪哪一州不一定他挑明明明明明苏达州的州的州州长我认为从他的考量来讲没有问题 可是提了Waltz之后啊美国的选举接接下去就只剩下七个州的选举 一百州了会有人扩大成为十个州对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做民调机构的人大概都选择十个州就其他的都不重要 嗯对就是稍微很快的念一遍新墨西哥州亚利沙纳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明尼苏达州还有内华达州 兵州威斯康辛州 嗯剩下呃这个还有贝卡以及佛罗里达嗯剩下这十个州阳光带不过呢呃当他当他做了提名了之后呢 虽然可以把贺锦丽或者把民主党的基本票源的巩固 不过 一般在看摇摆州选选举的认为对贺锦丽来讲对民主党来讲仍然是不够的其实你这几天看到的民调觉得贺锦丽民主党气势大胜 不管是呢全全区的民调或者摇摆州的民调都急起直追 全国性的民调呢明明民主党的基本盘是是比共和党大的 如果就就就会普遍的民调所以呢现在大概能超超过川普这个我也不怀疑可是在摇摆州就未必摇摆州每一周都很关键但是当他选择了明尼苏达州 的时候到底对于宾州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关键摇摆州里面的关键在宾州我其实把过去啊在二零二二零上一次的选举2020年的那个选举啊的结果啊我去把它找出来了 就拜登呢拿了一共他们一共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那里面呢要过半就是两百七十张川普呢是拿了两百三十二张拜登拿了三百零六张这样听起来数字很多总而言之呢川普现在如果要赢他必须保住原本的之外要多三十八张 嗯这样就简单了所以他在保住原来的之外能不能拿到三十八张 嗯那被列为摇摆州的十个州 有八个州是当初拜登拿到的嗯有两个州是川普拿到的嗯一个是佛罗里达州 另外一个是北卡到目前为止川普都还是领先虽然贺锦丽都在往上升但都还是川普领先嗯 嗯那剩下的八个州其实对我来说我只观察三个州嗯一个州就是兵州二十张人选举人票嗯 这样很关键好嗯一个州就是密西根州嗯十六张嗯加起来三十六张三十六张好第三个州呢就是乔治亚嗯乔治亚也是十六张 所以十六加十六加十张合起来就是四十二张嗯 当然还有一个州目前川普的领先幅度比较大的就是新墨西哥州嗯那个是五张 所以如果按照现在的民调川普能够拿下这几州我已经把川普目前领先的明尼苏达州给撤掉了 因为我假设说这个呃贺锦丽提名了沃尔斯之后比尼苏达州就会是归民主党的那我就把它撤掉了虽然现在看起来川普还是领先但是我把它撤掉 所以这四个州新墨西哥州乔治亚州密西根州跟宾州我认为就是观察这四个州嗯对因为因为这这几个州里面啊我我为什么说宾州呢最关键因为其他的三个州的归属 可能都还会有些的变化嗯嗯嗯但是就算贺锦丽在其他的三个州有有机会搬回来 但是如果说宾州的宾州最后上上次宾州上一次在开票的时候要知道宾州在过去被认为是民主党的基本盘宾州有很长时间是不摇摆的 可是宾州的从摇摆变成冰摆就是更不像是呢东东部的城市而更像是中西部的城市 宾州的变化是很明他是铁锈区里面的变化最明显的那当今天所有的所有的你看到民主党的造势活动都从宾州开始而川普的要要造势会会中枪的也都在知道宾州至关重要 可是当你提提博士的时候他就要关关注宾州的动向倒不是说一定要提宾州的州州州长我认为他会考虑宾州的州长的重点也在于知道宾州的的重要性 可是你没有提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说的宾州就没有机会宾州没有机会跟你提不提宾州州长不见得必然的关联而是宾州现在的动向对民主党就就就是不利的上次的选举大家记不记得就是2020年选举 其实川普特朗普川普很快就宣布呢他赢了他赢了宾州了可是他说宣布他赢了宾州的之后呢拜登呢就可能说hold onhold on 等一下等一下他说大家不要不要不要悲观我们的票还没有来大家会说你为什么知道你的票还没有因为那时候有疫情嘛开票也比较慢但是还有很多通讯投票比较慢他说我们的票在在后面他说看那几个大大城市城市的票还没有开完你就知道 美国的选举啊其实什么地方是谁的清清楚楚会变化的非常非常少因此呢摇摆州的些微的变动基本上就会决定大选的结果 宾州上次这么敏感最后真的呢就就就差个不到一万票他见这么大个州最后呢不管是呢不管是在呢乔治亚州在宾州这这几个州最后呢都是甚至于呢几几千票的差距就就翻盘了这一次很可能也一样 但是以现在的民调看起来民主党如果不能够拿下宾他如果拿下宾州其他的摇摆州可能就没有这么多重要他上上次本来就就赢了如果拿下拿下宾宾州那民主党大概就会赢这次选举但是现在判断宾州拿不下来好不过关键点现在有一个话题很有趣因为沃尔斯的中国经验哈 他呃在中国教过书嗯然后呢而且他离开了中国大陆之后哦你知道他其实对中国大陆我认为他是有感情嗯非常有感情因为他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呢就是筹组一些呃就是资源啦 因为他那时候在中国大陆教书的时候是1989年嗯你想想看他那时候多年轻那时候不到30岁嗯他1989年然后到那边去教书之后呢他一直带团去中国大陆到2003年嗯可见呢他对于中国大陆是有感情的 但问题是这个感情会转换成为他现在比较不反中吗嗯又或者我们换另外一个议题现在Bluber已经开始热潮说啊中国大陆啊其实比较希望川普当选嗯他提了好多好多原因啊然后还提了一些这个专家的分析啊但是像你怎么去看中国大陆在这场选举当中他到底会有支持的人选吗 他会有喜欢的人选吗他会介入吗或者是他反而可能会被美国政治操作的他明明没有介入也好像介入他他被迫被迫进场是必然的就是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必须要以中国为主持然后呢开场讲一段话否则当天就没有什么重点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会觉得就就是呃 美国影响美国选举真正重要的还是在一些内政因素上面经济啦性别正义啦堕胎权啦等等这些是做我我同意可是呢在舆论的在有关于非美国的议题表达每天一定要把中国拖进来练一顿中国任何事情都是不好的中国就就是美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的是美国好那这种的这种的讨论的方式成为政治当中的主流 严格讲已经不分党派也不分哪一周可是当你看到看到沃尺的时候因为他的他跟中国的关系确实在当代政治人物里面很特别很特别在在在在中国他去过他去过中国二十几次连杜密也都在那边他在广东佛山教书一年教一年书在那地方教一年书哦他会一点点中中文你想在那地方教书一年多多少少吗他他给他给讲一些而且很早啊 一九八九年对就是不是很标准的中文然后他也在他也在澳门澳门理工理工学院的也也担任了客客座教教授也在那地方待过他是哈佛大学呢对中国最友好的时候呢哈佛大大学的计划的这个中国计划里面的受益者之一其实你看你看John Walls对中国的情感投入这么深跟一个人很像跟Jimmy Rogers他们其实就其实几乎呢几乎是在同一个 被背景当中的对中国社我说在上个是世纪的七年八零年代的所有的美国的中国通中国讨论都是正面其实你先回头去看中国那个时候很落后然后然后呢还在呢毛泽东后毛泽东时代但是当他改革开放的时候对中国的描述呢都非常正面那个时候主要是一个反反书的关系对中国就正面不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在一九九二年他有一次从新疆进入中国的那一个 那个环球旅行当中他就发然后他发现到说中国的高层是这么样子的open开放之后他就彻底的爱上中国了可是那个跟这个沃尔斯喜欢中国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路路径不一样啦我我我只说在在他们对中国培养对对中国认识的那个背景的时间段其实是差不多的好那呃沃尔斯呢因为因为在中国的中国的着着墨呢很多那当之后他接受访问的 的时候照照其他的谈中国的时候呢也都是也都是非常非常致命描他认为就是说中国在在决起但是中国的不会也不必成为那美美国的敌人不不必用这种角度的去看待看待做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John waltz当大家的开开始因为天安门事件的在离开的时候将我反而进进去了他没有离开对江博士呢那个时候的他的他的解解读他的理解之道倒不是后来讲的江博士在当在 他在当时他的他的解释他这一段的时候他就讲说这个时候他更应该去进到中国去观察着中国那个罗的逻辑以我的年纪来讲我懂 因为在当时我的好好朋友杨渡啊徐徐中茂他们之所以到北京自告奋勇的进北京的逻辑是一样他们要在呢要在天安门看着中国关键变化的那一刻不管是朝哪个方向 虽然他们都是中国情怀非常强强烈的人在那个地方他们也中枪然后也被冲散也都有很大的安全顾虑可是他们对对中国的那个那个上升趋势以及期待中国好的情感没有看看坏过 那你看到的这个这这博士呢在当时描述中国的逻辑呢是一样不中就对共和党来讲抓抓到个辫子哎对对对中国当我们大家都在骂中国的时候你的key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要合合唱讲到中国大家应该不分党派都是同一个key唱相同的歌你的你的主主旋律有跟我们不一样而且连唱合音都很困难一个一个有有有有中国经验这么丰富的副总统候选人以及一个有中文名字的总统或候选人就够够共和党做文章了总统候选人叫做金丽贺锦丽 然后呢副总统的候选人呢在中国连杜蜜月呢都在中中中国过所以共和党一定会在这个时候呢在民主党的组合当中大做呢中国文章他会不会有影响我我觉得影响微乎其微啦就只是把彼此之间的那个界限画得更清楚一点而已但是你觉得中国大陆会真的因此就比较偏好贺锦丽吗不会当然不会他会偏好川普吗我想这个是一个这是这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 我我我认为中国今天在谈变好不变好不是看这个人不是看这个人过去对中国的熟悉度多好当然如果将我因为因为他的中国的时候熟悉度他绝对比一般政治人高很多 对对就是他他他他一定高高很多对听我他一定高很多所以也也许将来呢如果他真的是副副总统在中美国沟通的时候一个一个在中国待过这么久的人当然沟通起来要容易的的多可是从战略选择的角度来讲 现在的民主党对中国来我我主观上面这都是主观他们认为现在的民主党从一个中美竞争的架构来来讲中国会偏好民主党不会相反的呢会会认为呢共和党虽然对中国绝对不会有友善但是可预测性比较高 我从上次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就是民主党因为采取的是包围策略 嗯终究会让中国大陆在全球上面遭遇到的困境他的范围是大的拉帮结派比较厉害 可是呢不是共和党拉帮结派不厉害而是川普拒绝拉帮结派嗯 他要把所有的盟友都变成敌人嗯所以呢我反而会觉得当川普的孤立主义出现的时候嗯至少对于中国大陆在崛起的过程当中在全世界被接受嗯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行度反而高很多嗯这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国际趋势上面的一个选择嗯如果我来选我会选川普确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相对有利 哈哈哈我发现中国就会持持续的保持沉默因为这场的选择可预测但是我不太相信嗯北京会做出决定不会理由很简单因为两边其实对中国大陆都是不友善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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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不太相信他能够友善到什么程度